电动车可说是各家车厂努力研发的重点项目之一 加上排污规范于2025年前将会有更多电动车陆续推出 其中PEA也表示于2025年期会有多达11款电动车问世 不论是现在或是未来 电动车所面临到的就是充电问题 除了充电桩的普及率 充电效率更是车厂需克服的部分 现阶段电动车所配置的400V系统 使用快充设备至少需要花费30分钟才能达到80%电量 因此PEA也将开发目前只有Porsche Haken使用的800V充电系统 透过270千瓦克充电功率下 5%充电至80%不到20分钟便能完成 不过碍于成本考量 现阶段800V系统只会运用至高端车型